今天微博热搜上一串数字,热度不见登顶到,点开看才明白原来是明日之子二上周节目中出现了一个插曲, 凭借一首《离人愁》,让李元杰一夜成名,在各大音乐平台上,这首《离人愁》下载量以及评述数,都是上万计的, 而华晨宇现场出题考《离人愁》原唱李元杰,希望他能弹一段4536251以外的和弦即兴创作, 结果原唱李元杰一脸猛的说什么,听不懂不知道,华晨宇对李元杰其实真的不是严格, 华晨宇的语气也很委婉,对他点评说,你应该要学习一下最基本的阅历知识, 作为一个创作者,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很可怕,你们会误导观众的, 确实,一个创作者如果自己不懂作曲,而是一味的糊弄观众, 而这其中的猫腻,也是让听众不得不多想的,其实听过《离人愁》这首歌的人应该听得出来, 这首歌套了多少歌曲旋律,其中包括周杰伦的《烟花印浪》, 《去松》的《清明雨上》,不过相似度最高的还是任然的《山外小楼》《夜听雨》, 副歌简直像一个娘嗨里出来的,但是任然的这首是早于离人愁很多年的, 甚至网友直接给出了几首歌的旋律对比图,真的是尴尬了, 鸣木张胆的上节目自称原创,在全国观众面前被打脸, 那什么是套旋律?什么又是四五三六二五一? 套旋律是指流行音乐常用的和弦走向, 你在听很多流行歌曲时,经常会发现几首歌唱着唱着, 就可以无缝弦串到一起,这就是因为这些歌曲使用了一种常见的和弦走向, 俗称万能套,而四五三六二五一, 其实就是流行乐中常用的和弦,流行歌曲常用的有一千六百四十五, 有七六五四三二五,四五三六二五一等, 练好这几个,很多流行歌曲即兴伴奏和演奏就差不多了, 举例子,林俊杰的他说,梁静如的可惜不慎你, 薛之谦的演员,张韶涵的遗失的美好,周杰伦的清花词都可以, 这样的专业用语,有一定阅历知识的创作人都会懂, 但对于一般的歌迷来讲,就是一脸抓家的表情了, 华晨宇以专业态度去点评,也许相较娱乐效果,包赞,嘲讽式的点评, 没有抱眼球的效果和趣味性,但他却扔了立场, 严肃地去对待这件事,也实实在在地为选手指出了问题, 华晨宇这一次的点评,也算是点开了音乐创作的通关密码, 看似一些需要靠天赋和灵感的流行音乐创作, 实际上并不是没有规律可循的, 甚至有的具有丰富创作经验的创作人, 还是非常懂得用这种规律去创作作品, 可见音乐创作的无限可能性, 而对于李源杰小编只能说, 连这都不知道,上去干啥玩意, 当所有人都是傻子吗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f you wäre, 在市场上放置之前,